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基础班的学习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去讲解的是第八章 负债 也就是我们终于学完了资产要素 除了长期股权投资以外 接下去呢我们就进入到负债部分 那这一章节的名字呢叫做负债 但是其实我们整个CP教材当中 和负债相关的章节呢 并不指第八章 那比方说我们第九章呢 其实叫做职工薪酬 那对于职工薪酬啊 我们会用到一个应付职工薪酬的科目 来进行合算 它其实也是一个负债类的科目 只是呢它是由一个独立的准则 就是职工薪酬准则来进行规范的 因此它独立成章了 那接下去一个章节呢叫做股份支付 那股份支付呢 它是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 那如果它是以现金结算的话 它其实也会用到负债类的科目 比方说也可以用应付职工薪酬 所以和负债呢稍微也有一点关联性 当然股份支付也是属于一种特殊的交易 所以是有一个特别的准则进行规范的 因此也是独立成章的 那再比方说 我们通过负债的方式进行筹资啊 会发生一个筹资的代价 比方说就是利息 那我们把它统称为叫做借款的费用 那我们后续呢会讨论这个借款费用 什么情况下可以进行资本化 什么情况下应该进行费用化 就是进入到资产成本当中呢 还是进入到财务费用当中去 然后它的金额应该怎样计算 这个是第十一章 那接下去的第十二章呢 叫做货有事项 它会讲我们企业当中呢 可能会存在一些已经发生的 但是它的结果呢 是具备不确定性的 可能是由未来某些事项的发生 或不发生 才能最终决定的这样一些事项 那如果对企业是有害的话 那其实是一个货有负债 我们会讨论这个货有负债呢 什么情况下可以确认的一个预计负债 那它其实和负债呢 也是有一点关联性的 因此你会发现 我们的处理方式是这样的 就是它是独立的准则 然后它内容比较特殊 比较重要 那它就会独立成章 那因此你可以想到 我们放到第八章当中去的那些负债呢 是最传统的那些 流动性质的负债 比方说这个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短期借款 那应付鼓励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难度 大部分呢 是我们初级支撑考试的一个水平 那接下去比较难一些的就是应交税费 那除此之外 负债当中的非流的负债呢 还会包含一些应付债券和可转换公司债券 但是应付债券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呢 它本身也属于金融工具的一个半筹 后续呢 我们在金融工具这一章当中呢 也会给大家进行讲述的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理解我们本章考证当中的一个重要性的水平 大家看到只给它打了一颗星 也就是我们历年考试呢 基本上这一章呢 考卡客观题比较多 那一套卷子当中呢 也就是一道客观题的分量 也就是两分左右 那大家看到 我们学习起来呢 其实这一章并不是很轻松愉快的一个章节 那难以程度呢 给它打了三颗星 那难度呢 主要是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流动负债当中 会有一个东西 叫做应交税费 那有很多同学呢 他今年考会计 但并不一定呢 已经学过税法了 所以呢 他会对一些税收的知识呢 比较陌生 其实不是你会计学的不好 而是你缺乏一些税收的基本知识 因此会导致你学应交税费的时候呢 会觉得有点困难 然后税法本身就是一种税法 就是它很琐碎 所以呢 应交税费当中内容呢 也会比较多一些 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困难 但要给大家说 其实在我们会计学的考试当中呢 税法的比重不会占的特别多 那所得税 另说啊 所得税它是独立成章的 我们后面会有一个章节 专门去讨论所得税的问题 它是可以去考察主观题的 那除了所得税以外的税种 增值税 你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还有一些小坠种呢 大概的去了解一下 不会在我们会计考试当中 占过高的一个比重 所以大家呢 不用过于担心这样一个问题 那它的难度 另外一方面呢 会来于我们这个非流动负债当中 会有一个部分 就是公司债券 我们会用应付债券这个科目呢 来进行核算 一个呢 是一般公司债券 一个呢 是可转化公司债券 那么对于我们同学来说 可能平时即使有做投资的话 买股票的会多一些 买债券的会相对少一些 因此对于债券这种金融工具呢 也是会比较陌生的 那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呢 会先给大家铺定一下 我们有关债券的一些基础的知识 帮助大家有一个基本性的了解之后呢 再会给大家去讲一下 我们非流动负债 它里面对于债券的一个核算 那我觉得学好非流动负债 的应付债券部分 还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可以为你后续去学习 金融资产当中的一个债券 打一个不错的基础 那这一章的考题呢 大家看到 我们在流动负债部分 20年21年是有考题的 但要给大家说的是 从16年到19年 它其实都没有去命制过考题 所以20年呢 突然就对我们流动负债当中的 一个应交税费 是它在增值税的一个税控的一个问题呢 去命制了一道题目 那21年呢 继续又考了一下 所以呢 它是相对来说 比较冷门的一个考点 那我们CP考试呢 就会有这样一个特点 你不能说它一直没有考题 你就说它不会考 然后完全不学 这样的话呢 风险就会特别高 那非流动负债部分 大家会发现 它其实主要考察的 就是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转换公司债券 那这个知识点呢 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大家是需要进行把握的 那我们第八章 关于负债部分的教材呢 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些细节性的调整 那主要是因为 它里面有税法相关的一个部分 那税法本身变动 它比较频繁 所以我们会计的教材呢 也会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但可能更新的没有税法那么快 所以呢会有一些过时的内容 那今年呢是进行了一些删除 进行了一些调整 那另外还有一道例题呢 往年其实有一些瑕疵 那今年进行了修正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变化 但是从我们学习的本质来说 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影响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本章的框架结构 总体很清晰 就分为两个小节 那第一小节当中呢 主要是一些流动负债的部分 那第二小节呢 就是非流动负债 那希望大家呢 把学习的重点呢 放在非流动负债部分 那前面说过 我们会给大家去讲解公司债券 是从发行方的角度去进行讲解的 那我们教材当中的内容 比较少一些 但是我们会在教材的基础上呢 帮助大家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拓展 那主要是一个希望大家呢 对债券这种金融工具呢 有一定程度的把握 那第二个呢 就是帮助大家去深化一下 我们实际利率法的应用 那掌握了我们应付债券的一个计量方法之后呢 未来你在学金融工具当中呢 我们作为债券的持有啊 作为金融资产的债券呢 你就会觉得轻松很多 那基本上就集中在它的一个分类问题 你会发现计量呢 你其实已经把握住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进入到流动负债部分 那么大家看到流动负债当中呢 我们主要是会给大家讲解 除了应付职工薪酬以外的一些比较常见的流动负债 那应付职工薪酬呢 会在下一张单独进行成章讲解 那其中呢 会包含我们向银行借入的款项 那借款期在一年以内的就会形成一个叫做短期借款 那接下去呢 会有我们企业当中的奢购业务 那就会形成一个欠供应商的款项 叫做应付账款 那如果我签发了一张商业汇票的话 就会形成应付票据啊 所以他们两个呢 都是在奢购的过程当中 形成的欠供应商的一个货款 那接下去会有一个欠税务局的税费 就叫做应交税费 然后还会有欠股东的 我们叫做应付股利 当然他只能够合算现金股利 那然后呢会有一个兜底项目 就是除了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应交税费 应付股利 以及应付职工薪酬以外的应付款 我们就不再进行例举了 我们直接打包处理 给他起一个名字呢 叫做其他应付款 那么对于这些流动负债 我们的讲课顺序是这样 先把比较简单的呢 都给大家梳理完 然后我们重点去讲 这个应交税费的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首先呢 来看一下比较简单的一些流动负债 那第一个就是短期借款 那我们用到借款这个词啊 必须是向银行或金融机构 介入的款项才能够用借款 那如果是欠一些实验借入款项呢 我们只能够叫做应付款 所以借款呢 它是专用于银行或金融机构的 那如果借款期在一年以内的 我们就叫做短期借款 一年以上的 我们就称之为叫做长期借款 那对于借款嘛 我们主要是核算两方面的内容 那一个呢 就是本金 一个就是利息嘛 那本金的话呢 比较简洁 也就是我们向银行进入款项的话 借方反应银行存款流入 代方确认短期借款的增加 那接下来去归还本金的时候 就做相反分路嘛 借方确认短期借款减少 代方呢 反应银行存款流出企业就可以了 那接下去就是关于 短期借款它的一个利息 那计题利息的时候呢 我们又会用到一个流动负债的科目 叫做应付利息 它本身也是属于一个流动负债 但是我们教材当中的没有单列 主要是我们讲 其他的一些负债类的业务时候 都会用到这样一个应付利息的一个科目 它是一年以内需要清偿的这样一个利息 那一方面去计题了利息 一方面我们在借方呢 要去反映它应该进入到相应的损益当中 那如果是普通的一些实业性企业呢 我们常用的就是这个财务费用 它反映我们筹集资金所发生的一个代价 那如果是金融企业呢 它可以用一个专属的科目 叫做利息支出 那这个利息支出呢 大家适当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短期借款的一个核算 那接下来来看第二项 第二项呢叫做应付票据 那应付票据和后面的应付账款呢 它都是产生于收购业务 也就是我向供应商呢 去购买一些材料啊 或者是购买一些商品 但是我没有直接付钱 我是用我信物做这样一个保证 那如果在我们收购的基础上呢 我还开出了一张商业会票 那它就会构成我们这边的一个应付票据 那要说这边的票据呢 它是由我们企业 也就是由我们的出票人进行出票的 所以它会称之为叫做商业会票 那如果是由银行出票的 其实叫做银行会票 那银行会票呢 并不属于应付票据的一个范畴 它应该属于货币资金大类 那属于其他货币资金 那这个呢 我们在预期办当中 其实给大家说过这样一个问题 那接下去这个应付票据呢 它就相当于是我们出票人 他打了一张欠条 那未来我们这个收款人或者是票人 他就可以拿着这张票据啊 去找这个出票人要起 那我们付款人呢 需要在指定的日期呢 进行无条件付款的 那按照我们国家的一个实务 这个商业会票又可以分为 代息票据和不代息票据 那不代息票据合算其实 当然比较简单 而我们就产生的时候呢 这个借记 比方说原材料 我采购的数原材料 然后呢 还有一个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净项税额 然后代方呢 应该是代记应付票据 反应付票据的一个增加 那我们到期收回票据呢 我们就应该是借记应付票据 然后代方呢 代记银行存款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代息票据 它里面主要还有一个利息的问题 那利息我们知道 是其当中筹资的一个代价 所以应该是反映在 财务费用当中的 那接下去对于这个商业会票 我们还有一个步骤 就是呢 你可以进行承诺兑付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承对 那我们可以有不同的 承对人的选择 一种呢 就是你向银行去申请承对 那经过银行承对之后呢 这个汇票 它的一个信用程度呢 就提高了一下 变成了银行承对汇票 当然了 你向银行去申请承对的话 你也需要支付一个手续费 那这个手续费呢 我们也是把它寄入到财务费用当中的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我们企业自己承诺兑付 那它就叫做商业承对汇票 那么对于我们商业承对汇票 和银行承对汇票 如果到期了 企业没有支付这张票据 我们具体的处理呢 是有所不同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商业承对汇票 如果到期没有支付的话 那我们知道票据呢 它有一个到期日 所以到期之后呢 这张票据就会失效 那我们票据的权利义务就终止 所以我们应该是在借方呢 减少应付票据 但是票据关系 并不影响我们债权债务的关系 我还是欠它钱呢 只是这个时候呢 我没有这一张商业汇票了 那它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奢购款 那这个时候 它就会变成我们企业当中 普通的一个应付账款 所以我们应该反映 是应付票据的减少 应付账款的一个增加 这是我们商业承对汇票 到期没有办法支付 那它的债务还是存在的 只是没有票据做保证了 所以把应付票据呢 转应付账款就可以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它找过银行进行承对 比方说假公司呢 它有一张应付票据 然后它本来呢 是欠以公司一笔钱 那向以公司开出这样的应付票据 那接下去呢 假公司找了一个银行啊 帮它进行了这样一个承对 那承对之后啊 银行承诺兑付 那银行就会替假公司 向以公司还钱 那现在如果假公司到期 没有向以公司去支付 这个票据款的话 其实银行会向以公司付钱 那向以公司付钱之后 以公司这边的任务就结束了 因为以公司照常拿到钱 它是从银行手里拿到钱 那你会发现 其实假公司本来欠的是以公司钱 那现在假公司呢 就变成欠银行的钱嘛 因此大家看到 我们做下面这个账务处理 因为票据到期 同样要失效 所以呢我们应该在借高呢 减少应付票据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银行替假公司还了钱 所以假公司现在欠银行钱了 它就变成了一个借款 那我们国家的一个商业汇票呢 是六个月以内的 所以它是一年以内的一个票据 那我们接下来就会变成一个短期借款 因此大家看到 如果是银行承对汇票 到期没有支付 我们同样应该把应付票据减少 但是呢我们在代方呢 要判的是一个短期借款的增加 这个是关于应付票据的一个提出的核算 那接下去就是应付账款 那应付账款呢 我们前面说过 它是我们企业在 设购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个债务 也就是我们这边写的 购买材料商品或者是接受劳务 供应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个债务 我们就叫做应付账款 那它的会计处理呢 主要是和我们一些存货的采购业务有关 那这部分内容 我们在预期班的存货部分也给大家讲过 我们采购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以下的情况 那一种情况呢 叫做单货同行 也就是我采购的户物和我的发票账单呢 同时抵达我的企业 那这个时候 我只要把我的这个采购的户物给它验收入库 然后按照我发票账单上的一个金额呢 去登记入账就可以 做的是很常规的业务 也就是比方说 借帮原材料 借帮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净项税额 代帮应付账款就可以 那还有种情况 就是你的发票账单和货物 不是同时抵达你的企业的 那如果是你的发票账单先到 货物没有到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存货类的会计科目 叫做再图物资 对我们应付账款呢 没有什么特殊的影响 那下面这一种 就是可能你的货物已经到了 但是你的发票账单没有到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没有收到发票账单的话 我们应该是暂时不进行账务处理 因为我们会计处理 它是有一个可靠性的原则 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了原始凭证 我们才可以记账的 那现在你发票账单没到的话 其实我们原始凭证没有取得 那我们是不进行账务处理的 但如果到了我们会计分期的期末 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要去编写财务报告了 如果你不记这笔账的话 其实你并没有反映一个负债 那我们知道负债是不能够被低估的 因此我们要求对于这种货到单位到的情况 我们在期末的时候呢 需要暂估入账 那我们做的账务处理呢 应该是这一笔 借方呢 比方说我们可以借原材料 那这个时候借方呢 你不能够写阴交水费 阴交增值税 净项税额 因为你连发票都没有 你没有合法凭证的是不可能进行抵扣的 那代方呢 我们就先代计一个应付账款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负债记上了 就不会导致我负债被低估嘛 那这个时候这个金额呢 它其实是估计的 不是一个实际的数字 比方说可以按照我们签订的采购合同 当中的合同金额呢 进行估计 那接下去 因为这笔分路啊 它是估计的分路 所以不是特别准确的一笔分路 我们在下一期的期初呢 进行反向的冲回 比方说12月31号 我编了这样一笔分路 那到了1月1号的时候呢 我再把这笔分路呢 给它反向做 那就会做借记 应付账款 然后代记原材料 就把这笔分路的效果呢 给它抵消掉 然后等我实际拿到花票账单的时候呢 再按照我实际的数字呢 登记入账就可以了 这个是获到单位到的一个情况 那在我们会计学考试当中呢 因为这个内容本身是比较基础的 不会在我们CP当中大考特考 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 但是未来你们学审计的话 也经常会受到这个期末 暂攻入账的问题 它其实讲的就是我们应付账 暂缓的一个基础性的核算的问题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流动负债 叫做应付股利 应付股利听名字就知道 是欠股东的这样一个债务 那它是指我们企业呢 经过股东大会 或者是类似的机构进行审议批准 要分配的现金股利或利润 那么大家看到 这边呢给大家标了两个关键词 那第一个关键词 它讲的是 我们什么时间点应该要确认应付股利呢 那应该是股东大会或者是类似的一个机构 批准之后 这样的话 我们才会承担一个要支付股利的义务 那有的时候考题到中呢 它可以给你张冠礼贷 它把这个股东大会替换成董事会 那你需要知道股东大会和董事会 它的一个地位是不一样的 股东大会是我们这个企业的主人 而董事会呢 它其实仅仅是一个管家的一个角色 所以你说分股利这事应该谁说了算 那当然应该主人说了算 所以必须是股东大会 它审议批准才会进行生下 我们话题上要进行账务处理 那董事会可以做什么 董事会它可以根据我们当年的一个盈利情况 以及我们企业的一个利润分配的这样一个制度 先去拟定一个利润分配的方案 然后呢提交给股东大会进行审议批准 所以你董事会可以有提案对吧 但是呢拍板应该是股东大会来的 所以两个层次是不一样的 因此如果考题当中说 这个董事会呢 它提出了这样一个提案 有一个拟分配的现金股利或利润 那你要明确我们是快上 不能够去做账务处理 不应该作为应付股利进行核算 但是呢我们可以在付诸当中的进行披露 那只有股东大会去批准了这样一个方案的时候 我们才需要进行下面的一个账务处理 这是第一个层次的理解 那第二个层次呢 就是我们这边的应付股利 它是一个负债 未来是需要进行清偿的 因此它核算的仅仅是现金股利 那我们企业当中比较常见的股利的形态 一个是现金股利 那还有一个是股票股利 就是我们俗称的红股 比方说美食股送两股 对吧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股票股利 那应付股利 它是不能够用来核算股票股利的 因为股票股利 它最终会变成股票的形式 会变成权益的利涨 它不是我用现金的方式去清偿的 所以它不是负债的一个性质 那接下来我们具体来讨论一下 关于应付股利的账务处理 那主要是两个步骤 第一个呢就是我是对外宣告 我要去分配现金股利了 我虽然还没有实际去支付股利 但是其实我对外宣告 我就会承担这样一个义务 因此我要确认一个负债 那么大家看到我们代方呢 就要用到这个应付股利的会计科目 反应应付股利的增加 那接下来股利的分配呢 它其实属于我们企业当中的一个利润分配程序 所以它会用到一个利润分配的会计科目 那这个利润分配呢 是所有者权益类的 那所有者权益类在借方 也就是说这个所有者权益会变少 也就是你分股利之后呢 会导致我们所有者权益呢变小 同时呢会导致负债的一个增加 那接下去还有一步呢 就是我们实际去支付现金股利的时候 那其实是清偿负债 因此呢我们借方应该会导致应付股利的减少 负债减少 然后贷方呢贷债银行充款呢就可以了 所以现金股利呢要分两步 一部分是宣告 一部分呢是进行实际的发放 那我们讲到了股票股利 顺带也讲一下我们股票股利的一个账户处理 那如果是股票股利 我们实际分配的时候呢 我们借方同样要走一个利润分配程序 总之对股东的支付 我们都应该走利润分配程序 那具体在实物当中 明细科目是不一样的啊 如果是现金股利的话 你可以叫应付现金股利或利润 那如果是股票股利的话 你可以说转做股票的股利 那贷方呢 因为它是股票股利 所以它会表现为是股票的形式 那股票的数量一旦增加了 我们有一个科目呢和数量是有关的 就是股本 因为股本等于股数去成面值 面值是一元 那一旦股数增加 我们股本就会增加 所以你看是利润分配减少 然后呢股本的一个增加 这个是我们两类股利的一个账户处理 那接下去还有一个就是其他应付款 那其他应付款 大家看它的定义也能够清楚 它是属于一个兜底项目 也就是我们把一些可以给它立举的立举版之后 比方说我们施购当中的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然后呢是欠职工的应付职工薪酬 这个欠我们债权的应付利息 欠股东的应付股利 欠税务局的应交税费 以及长期应付款 都给它列举完 那除了这些以外的其他各项的应付 再收的款项呢 我们都可以寄在其他应付款当中 那比方我们说我们教材当中列举了一个 他说我们用售后回购的方式去融入资金 我们就可以用到其他应付款 那售后回购我们当然还没有正式给大家进行讲解 因为它是我们收入当中的一种特殊的交易 那我们在总论当中呢 讲到实质重于形式的时候 给大家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说假公司呢和乙公司签订了这样一个合同 他说假公司把自己的一个商品出售给乙公司 售价呢 是一百万 然后呢我们约定 比方说一年以后 回购 那回购价呢 比方说是一百二十万 那我们说我们应该根据实质来进行账务处理 不能根据形式 假公司先做一笔销售业务 再做一笔采购业务 这个就是根据形式进行账务处理 但是不是我们企业会计准则的一个精神 我们企业会计准则呢 是应该根据实质来进行分析 假公司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个售后回购的交易呢 那主要是因为它通过向乙公司去出售资产 可以先在零时点呢 收到一百万的兴钱 那未来回购的时候呢 它是需要去支付一百二十万 那你可以看成这个一百二十万当中 一百万还的是一个本金 二十万还的是一个利息 所以它的这个性质实质上是一个融资的业务 那我们会计上呢 就应该按照融资业务进行处理 那比方说如果我们的会计主体是假公司 我们要如何进行账务处理呢 借方我们应该反映银行存款 流入企业一百万元 假设不考虑相关税费的话 我们贷方啊是不能够去贷主营业务收入的啊 因为它不算是一个销售的业务 它是一个融资的业务 所以呢未来这一百万 其实我是要偿还的 那我们就可以确认一个负债 那你看这个负债不是欠 购义商的 不是欠银行的 不是欠职工的 不是欠股东的 不是欠税务局的 叫啥呢 就叫其他应付款呗 所以这边来了一个一百万的其他应付款嘛 那接下来你想到了 我们后续呢要还的是一百二十万 所以二十万是什么呢 二十万是利息 那利息呢 我们应该是在持有期间 根据权责发生制进行计题 那总体应该计题的是二十万元 所以二十万元呢 就到财务费用当中 代方呢 去增加其他应付款 对吧 好 最后呢 就是我们对这个其他应付款进行清查 所以我们还可以在回购的时间点呢 编译笔分录 就是借记其他应付款 总额是一百二十万嘛 那代方呢 代记银行存款 一百二十万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其他应付款呢 它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使用 那当然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个售货回购啊 其实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况 我们未来呢 在收入章节还会给大家具体进行展开讨论 因为有可能我们这个合同的条款 发生改变之后呢 这个交易的性质也会发生改变 它不一定是一个融资业务 它可能是一个租赁业务 或者是它是一种富有销售退回条款的一个销售 都有可能 因此我们要根据这个实质能来进行账务处理 只是我现在举的这个例子呢 是可以去用到其他应付款来进行核算的 那另外呢 其他应付款还可以用来核算 我们企业实务当中 其他的一些应付或者是暂收的款项 比方说发生了一些办公费 然后呢 我们还没有支付的时候 可以做企业管理费用 带其他应付款 那实际支付的时候呢 就做企业其他应付款 带银行充款就可以了 那现在呢 我们已经把除了应交税费 以及我们下一章会讲的应付值工薪酬以外的 一些其他的流动负债呢 都给大家讲完了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流动负债当中 相对比较重要的应交税费 那它的篇幅呢 也会比较长一些 那首先要明确 应交税费呢 自然是核算我们欠税务局的一个负债 那问题是 你要有机会欠税务局 才会形成一个负债 叫做应交税费 那有一些税费呢 它是不会通过应交税费科目来进行核算的 那主要是因为它的纳税环节比较特殊 你没啥机会欠税务局的 所以就没有这样一个负债了 比方说有什么呢 比方说有印花税 那印花税呢 是我们一些签订合同啊 或者是疏离领受这个凭证的时候 会发生的这样一个纳税的这样一个义务 那对于我们印花税呢 比较传统的方式啊 是去购买印花税票 进行贴花 那么通常我们购买印花税票的时候呢 你就已经缴纳了这样一个税款 所以呢 它是没啥机会欠着税务局的 我们是不通过应交税费科目来进行核算的 那接下去会有一个叫做耕地占用税 那也就是我们可能会占用一些耕地 那耕地是农业用途的 那如果我把它用在商业或者是工业的用途呢 我是需要去支付一笔耕地占用税 我才可以去获得这样一个土地的使用权 那大家想一下 我们是先要把这个耕地占用税缴了之后 你才能够取得土地使用权这样一项资产 因此呢是纳税在前 我们确认资产在后是不会产生应交税费的 接下来两个大家应该是比较有体会的 一个是车辆购置税 大家买车的时候会交的一个税 那一般来说你如果买过车都应该知道 你是先要去缴纳了这个车辆购置税之后 你才可以去上这个牌照 所以你肯定是交税债钱 然后你取得车辆在后 因此呢它也是应该记录到我们车辆的一个成本当中 并且呢它不会通过应交税费来进行核算的 那弃税呢是我们买房产的时候 你需要去交纳的一种税 也是你是先需要把这个汽税给交了之后 你才可以办好这个房产证 才能够证明这个房产是你的 你才可以去取得这个房产这样一个资产 所以呢对于车辆购置税 汽税和更地占用税 我们的处理方式呢 都是把它记录到资产的成本当中 并且呢是不通过应交税费来进行核算 那大家做一个概念性的了解 那接下来来看一下 有哪些税费呢是会通过应交税费来进行核算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空图当中啊 有两个地方呢是给它打了五角星 那首先在我们整个CP当中 最最重要的一个税 就是下面这个所得税 那它特指企业所得税 这个重要的什么程度呢 就是它有一个独立的准则 是有一个独立的章节 而且我们常考主观题 所以后续呢 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章节 去讲所得税的一个问题 那么大家可以在本章呢 先不用过多的纠结 那本章呢也基本上不太涉及 这个企业所得税的一个核算 因为它三言两语讲不清楚 是需要花很多的篇幅呢 去给大家进行介绍的 那接下来其他的税种当中呢 我们平时接触最多的就是增值税 因为它是一个普遍征收的税种 那从考我们流动负债这个角度的话 它基本上考题呢也都会 如果要命制的话 也都会涉及这个增值税 是相对来说还比较重要的那些内容 那接下去的一些消费税 和一些其他的小税种呢 做一下适度的了解 其实就可以了 那另外就是 大家学这一部分内容的时候呢 你的角度得站对 你要站在我们会计学的角度 你要去想一下 它到底是记在资产当中呢 还是记在随意当中 影响我们的净利润呢 那这个是大家应该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而不是去想 这个税怎么交 这个税怎么算 这不是我们会计学考试的一个问题 那关于这个纳税的环节 有哪些税收优惠 这个税应该怎么样计算 这是税法科目的一个问题 它主要会在税法科目当中进行考察 那如果我们会计学考到这些问题的话 基本上如果涉及到比较特殊的 它也会把这个规则 都在我们考题当中给你 所以不会在税这方面呢 故意的去为难你 那大家要站对角度 也就是说你只要明确 我们会计上是如何去处理这个税种的一个 会计上的一个处理 基本上就可以了 那接下去我先进入第一个 也就是增值税 也是我们需要重点掌握的一个内容 那增值税呢 它首先是一种流转税 是我们那些商品 在流通的环节当中 需要去征收的一个税 那我们现行的一个增值税的增税范围呢 是非常的广泛的 因为我们进行了一个营业税改革成增值税 所以它不仅仅包含一些有形的货物 然后还会包含一些无形的服务 那无形资产以及不动产 那现在呢 都是需要在流转过程当中呢 去交这个增值税的 那增值税增值税 它的计税依据呢 是非常特别的 它是以其增值额 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税 因此对于我们一般纳税人 采用一般计税方法的话 那我们要考虑 它的一个销项税额 减去净项税额 来计算这个增值税额 所以我们是考虑在企业当中 增值那部分 来进行增值税额的计算 那这样的话呢 它会呈现一种税收的中性 所以呢 它相对来说是一个 比较公平的这样一个税种 那我们现行的一般纳税人 它采用一般计税方法 适用的税率呢 总共是有四档 那有一档的是零税率 那除此之外比较常用的 对于一些常规的有型货物 用的是13% 一些特殊的有型货物 以及不动产 用的是9% 那如果是一些服务 和一些无型资产呢 用的是6% 那在考试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税率告诉你 甚至会把这个税额算好给你 你只要快捷上知道 怎么处理就可以了 那另外呢 我们这个课程当中 讲的这个增值税 它的一个处理 主要还是为了去应对我们的考试的 那因为增值税呢 大家和工作当中 经常会打交道 因此如果你想 深度的去了解一下 我们增值税的会计处理呢 可以去参考下面这个文件 也就是我们16年 营业税改革成增值税之后 它出了一个增值税 企业会计处理的规定 那里边当中呢 对于我们企业当中 会碰到的一些增值税问题啊 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 然后呢 会有各种增值税的一个例题 那大家可以在实物的工作当中呢 去参考一下 有所了解就行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我们增值税的一个核算 那我们增值税的纳税人呢 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呢叫做一般纳税人 一类呢叫做小规模纳税人 那从我们会计学考试的角度 因为我们企业会计准处 主要是为了一些上市公司啊 或者是国有大型的一些企业 来听设置的 那基本上都是一般纳税人 所以我们重点把握一下 一般纳税人 它的会计处理就可以了 那我们教材当中呢 它是把一般纳税人 和小规模纳税人 滚在一起讲的 那我上课的过程当中呢 会先给大家去讲解 一般纳税人 它的一个处理啊 最后呢再给大家去讲一下 小规模纳税人 它的一个处理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纳税人 我们在会计当中 经常会用到的 核算和增值税 有关的一些会计科目 那主要是有以下一些 大家看到已经列了很多吧 但是其实我还没有穷尽啊 因为有一些企业呢 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增值税的 这样一些处理问题 所以我列的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去设一个总账科目 也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一级科目 叫做应交税费 那应交税费下呢 其实可以设置很多 不同税种的会计科目 比方说应交增值税 应交消费税 应交所得税 应交资源税等等 所以这个应交增值税呢 它就已经是二级明细科目了 那我们在应交增值税下 还要再设置三级明细科目 那有一些三级明细科目呢 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比方说 净项税额 我们是在采购业务当中 支付给我们的供应商的 但未来期间呢 可以进行抵扣 那还有肖像税额呢 是我们在销售过程当中 产生的一个纳税义务 那另外我们在存货当中 学过一个会计科目 叫做净项税额转出 那这三个科目呢 也是我们考试当中 最最常用的 这个应交增值税的三级明细科目 但其实除了这些三级明细科目之外 大家看到还有很多 那我们在本章呢 都会给大家进行介绍的 那其中 大家看到的 前面五个 它是借房金额 那后面四个呢 它是贷房金额 那后续呢 我们会展开去介绍 每一类的一个业务 那其实对于增值税来说 除了应交增值税 它是属于一个二级明细科目 它还会有其他的二级明细科目 比方说未交增值税 它是我们企业呢 在期末的时候 有一个转出未交增值税 或者是转出多交增值税的 一个节转的流程 会和这个未交增值税配套用 那另外呢 对于有一些企业 它是有一个预交增值税的环节 那主要是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 它是有这样一个预缴的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会用到这样一个会计科目 那还会有带认证净项税额 带转销项税额 以及减一级税 那另外呢 我们转让金融商品 比方说我们买卖证券的时候 也会产生一个交税的这样一个业务 会有一个转让金融商品 应交增值税 那么我们会先对这个业务 进行一个展开讲解 那最终呢 再汇总给大家梳理一下 我们每个科目 它核算的一个基本范畴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最最常规的业务 也就是我们购销业务 它的一个会计处理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一般纳税人 并且呢 他采用的是一般计税方法 那我们知道一般计税方法呢 它是用一种抵扣的原理 也就是我们会设置一个 营交税费 然后呢 在下面开设一个二级名细 叫做营交增值税 那如果 它进行采购啊 它是需要支付给它的供应商两笔钱 一笔呢 是不含税的一个采购价 一笔呢 是镜像税额 那这个镜像税额呢 它 支付了之后啊 我们是把它记载 营交税费 营交增值税的一个借房 那这样的话呢 它其实会使得我的负债减少 起到一个抵扣的作用 那接下去 我们在销售的环节呢 我们也会问我们的客户 收两笔钱 一笔钱呢 是不含税的售价 一笔钱呢 就是这个销像税额 那接下来 我们在期末的时候呢 就可以根据这样一个 竞销的一个差额呢 去进行交税 比方说 本期产生的销像税额呢 是100 那本期的一个镜像税额呢 是60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需要缴纳的增值税呢 就是40啊 所以这个因纳税额 它其实是销像税额和 镜像税额的一个差额 那这样的话 我们其实就避免了重复征税 也就是它仅仅是针对 我们企业当中增值的那一部分 去乘以税率来进行征税 也就是我们这个次时 所以它是一种比较科学的一个税种 那关于进行税额和销像税额 它的一个简单的账务处理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 因为进行税额呢 我们在存货部分讲过 那销像税额呢 未来会在失货部分讲到 所以一般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这边呢 我们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 和销像税 进行税有关的一些特殊的考量 那你想想看 我们税务局最害怕的事 最害怕的就是这个税收不上来 或者是我们企业 有一些偷税漏税的行为 那如果这个企业它想少交一点税 那它会怎么做呢 那大家看到 它的想法就是说 我尽量使得销像变得小一些 或者呢 我尽量把镜像呢 报的大一些 那这样的话 就会使得我的应纳税额变小 对不对 那因此我们税务局要怎么办呢 我们税务局要反其道而行之 也就是说 你想把你的销像税额变小 去隐瞒一些销售 那我要求你做一个 视同销售的处理 就是有一些呢 可能从形式上 看上去不像是一个销售业 但是不管 只要呢 你发生了这样的一些业务行为 我们在税法上 要求你按照销售来做 也就是 即使你表面上看起来不是销售 我税法上呢 要求你去计算 这样一个销像税额 因此呢 你会产生这样一个纳税的义务 这个我称之为叫做 视同销售 那还有一个就是销像税额 销像税额呢 首先有一个平票抵扣的问题 就是你必须有合法的凭证 你才可以去进行抵扣啊 如果你这个凭证不合法 或者是没有经过税务局的认证 你是不能够抵扣的 那第二个呢 可能你获得了合法的凭证 但是呢 如果你用在一些特别的用途上 我们也是不允许你去抵扣 这样一个进行税额的 那你不抵扣进行税额的话 就会使得我的因纳税额变大 所以我们主要会讨论的 就是销像税的一个视同销售 和进行税的不予抵扣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销像税的一个 视同销售问题 那我们税法上 它肯定说的比我们会计上 要详细的多 那我们会计的角度 把握这两条基本上就可以了 也就是这个企业呢 可能把一些货物啊 用于以下的五种目的 那第一种目的大家看到 叫做集体福利 那它说的是 我们对于职工啊 除了去给出一些 货币性的薪酬以外 我们也可以给出一些 非货币性的福利 比方说我企业自身的产品 可以用来发福利 比方说我一些 购买的一些商品 可以用来发福利 这个叫做 把我的一些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 那也可以是 用于一些个人消费 那这个呢 在我们企业当中不常见 因为我们主要讨论的是 企业会计准责 所以个人消费呢 基本上不涉及 简单了解就可以 那除此之外呢 我还可以拿这些货物呢 出去投资 也就是我出资的时候 不一定是要 以现金的方式进出资 我也可以用一些 实物资产来进出资 或者呢 我对股东 进行这样一个分配 那也就是我们说 除了现金鼓励 除了股票鼓励之外 我们也会有一些财产鼓励 我直接给我股东 去分一些实物的 这样一些资产 那另外呢 还可以去无偿的自从他人 也就是进行捐赠 那发生这五种目的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会有 适同销售的问题 但大家看到 我们把这五种目的 分了两条 那两条当中呢 它是有区别的 那大家关注一下 前面货物的定义 也就是 如果是企业 自己生产的 或者是委托加工的 那你会发现 其实它是有一个增值的过程 自己生产很明显 如果我买进 我取得了一个材料 比方说是60 然后呢 我进行了一些 这个自行的生产加工 那里面我会再去 有一些人工啊 有一些分摊的制造费用啊 然后会导致它增值 比方说它的 有一些加工成本付出了之后 它的成本是100 然后呢 我再把它加价对外卖 我卖130 因为你看 又是进来的130出去的 在我们企业当中呢 会有增值的过程 那有些企业呢 它不是自己生产的 它可能是委托 败单位 经营加工的 但是总体来说 它也是会有这样一个增值的过程 那但凡是有增值过程的 来看一下 无论是用到以下的 五种目的当中的哪一种 它都是要进行 视同销售来进处理的 就是因为增值税 增值税 它基于什么增税呢 它就是基于增值额进增税 所以只要你有了 这样一个增值额 那进行了一个流转 那无论是用于五种目的当中 哪一种 我们都是要求你做 视同销售来进行处理 那重点关注什么呢 重点关注 我不要红的那个词 也就大家看到 这边有一个购买的货物 购买的货物呢 指的是 我从外面买了一个现成的货物 然后呢 我直接就进行了这样一个流转 那购买的货物 用于五种目的 它是有层次上的一个区别的 首先如果你把购买的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 或者是个人消费 它做不做视同销售呢 大家看到我们购进的货物 或者有地方写购买的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 它是不做视同销售处理的 不做视同销售处理 那如果你把这个购买的货物 用在投资分配给股东 或者是无偿赠送他人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求你做视同销售处理 为什么用在投资分配给股东 或者是无偿赠送他人 我们要求你做视同销售处理呢 我以投资来举例 因为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情况 那比方说 我们取得了一个 这个实物的一个资产 我从外面买了一个 进口的机器设备 那现在呢 我去拿出去投资 我会在被投资方的注册资本当中 占有一定的份额 那我所占的份额 和我当初的买价 它一定是相等的吗 不一定吧 有可能我取得的时候呢 比方说是500万 但是我取得的这样一个互利资产 非常稀缺 那这个企业 它自己是没有取到 去获得这样一个设备的 因此我投资作价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作价为800万 那这样的话 你看两个金额就会有差异 就是我进来的金额 我最终投资 在认定的一个金额 它是会有差异的 因此我们是要求你做 视同销售处理 但是你购买的货物呢 用于集体福利 是不做视同销售处理的 因此这五个目的当中 它其实考试最爱考哪个呢 最爱考的就是这个集体福利 因为集体福利呢 如果是资产美托加工 它是需要做视同销售的 如果是购买的货物 它是不做视同销售的 所以大家要区分这个点 那另外这个集体福利呢 它其实也是我们下一张 讲职工新手当中的一个 非货币性福利的一个问题 所以它是两个章节的一个交叉 因此它比较爱命制 集体福利的一个题目 那接下来就是 怎么样叫做视同销售呢 那其实就是 我们要产生一个纳税义务 那么大家看到 我们要反映一个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那既然是销项税额 我们肯定是在带方的 所以它其实会导致 我们负债增加的 就是你看起来不是销售 但是我们要求你照常 确认销项税额 照常要确认这样一个 纳税的义务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净项税额的问题 那前面首先提到 净项税额呢 你必须要进行品票抵扣 那另外呢 就是你可能有了 合法评论之后呢 还是不让你进行抵扣的 比方说 我们一般纳税人 它购进货物或者是应税服务 如果你用于以下的一些用途 比方说第一个 简易计税 就是我们一般纳税人 他可能采用一般计税方法 但是有些情况下呢 他也是可以选择采用 简易计税方法的 那简易计税方法呢 他是直接用一个 不含税的销售额 去乘以一个征收率 而他的计税方法当中呢 本身就没有抵扣这样一个环节 所以即使你取得了合法评证 也是不能够进行抵扣的 那第二个 就是我们可能会把我们 购进的一些资产呢 用于一些免征增值税的项目 那因为他是免征增值税的 所以他有没有销项税额呢 他是没有销项税额的 我们前面说过 这个净项税额 它其实是起到一个 抵减销项税的作用 那如果你没有销项税 这个时候呢 是不能够去抵扣净项税的 就是净项税和销项税之间 是有逻辑的一个联系 你有了销项 你才可以去抵净项 那如果你没有销项呢 他是不能够去抵净项的 那现在因为这个项 它本身是免征增值税的 没有销项 所以净项税呢 是不能够进抵扣的 那接下去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如果是够进的货物 我们用于集体福利的情况下 那首先 它是不做适同销售处理 对吧 因为在我们企业内部 没有发生这样一个增值的情况 那接下来 因为你没有销项 所以呢 我们净项税呢 也不能够进行抵扣 所以够进货 购买的货物呢 你会发现 我们这边呢 应该是不予抵扣 而自产委托加工呢 应该进行适同销售 它两个增值税的处理规则呢 是不太一样的 那当然用于个人消费的话 我们购买的货物呢 也是应该不能够进行抵扣的 那这个不能够抵扣 它最终导致什么结果呢 就是如果我取得一个 原材料吧 我借放借记原材料 假设这个原材料 它的不含税价呢 是100 然后 我的增值税的一个 专用发票当中 写了一个凭证啊 说你的进行税额呢 是13万元 所以我总共支付的价款呢 是113万 那如果可以抵扣 我借方就应该写 营销税费 营销增值税 进行税额13万元 然后按照100的不含税价 写原材料的一个路障价值 但现在呢 比方说它用于 免征增值税的项目 未来没有销项 你进行税是不能抵的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我借方的113万呢 就全部写在 原材料的一个价值当中 因此呢 如果你进行税 不得从销项税额当中抵扣的 我们的处理原则 就是把它记录到 相关的成本或者是费用 你一开始呢 就不能够写在 进行税额当中 那接下来 可能会发生一种 抵扣情况的一个变化 就是一开始呢 我不知道情况 我已经把它记 进行税额了 一开始呢 我已经记到 进行税额当中去了 后来呢 你可能会发生 用途的改变 后来我知道 它是用于 免税的这样一些项目 那不能够去 抵扣进行税额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需要做一个 进行税额的转出 那进行税额转出 可进行税呢 是反方向的 进行税呢 是借方 所以进行税额转出呢 应该是在代方进行转出 那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曾经在 存货的章节 给大家讲过的 如果我们存货 发生一个盘亏 那盘亏之后 很显然 这批存货呢 它未来就没有 相向税额了 那我们说 如果呢 是因为天灾 那这个时候呢 税务局 不要求你做转出 但如果是企业 自己的问题 原因导致的 也就是我们这边 所谓的一个非正常损失 那这个时候 进行税额呢 就不能够再抵扣了 我们也是要做一个 进行税额转出处理 那我们同样是在代方呢 代计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行税额转出的 那这个是说 一开始可以抵 后来不能抵 对吧 那还可以是反过来 就是一开始呢 你以为他不能抵 后来呢 发现能抵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你原来呢 是没有抵扣的 这样一个进行税额的 可能是一个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当然也有可能是 其他资产 那现在呢 因为我改变用途 改变用途之后呢 它变得允许抵扣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求 在改变用途的次月 我们要去调整 资产的照明价值 那怎么调整呢 大家看到 因为你是允许 抵扣进行税啊 那我们就在借方呢 要借记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行税额 那一旦允许你 去抵扣 这个进行税额之后呢 其实就会把这个进行税额呢 从你原来的 固定资产 或无形资产的 账面价值当中呢 减少 那改变了你资产的 价值之后呢 我们后续要按照 调整后的金额呢 去进行折旧和摊销 就可以了 那这些呢 我觉得不太会要求你做 非常复杂的计算 或者是账户处理 简单了解一下 它文字的规定 基本上就可行 那我们来看一个教材理题 他说某个工业企业 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那本期呢 购入一批材料 增值税专要发票上 著名的增值税额 是15.6万元 材料的价款呢 是120万元 那材料已经入库 货款呢 也已经支付 假如这个企业呢 是采用实际成本 来进行核算的 那材料入库之后呢 把这批材料 全部用于发放职工福利 所以它就和职工薪酬 当中的非货币性福利呢 进行了一个结合 所以现在呢 它是用一个购入的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 应该怎么做呢 要不要进行 视同销售 因为它是够进的 在企业当中 没有发生增值的过程 所以用于集体福利呢 是不做视同销售 来进行处理的 那它的镜像税额呢 是不能够进行抵扣的 那如果一开始 我入库的时候不知道 我们先做了镜像税额 也就是我们这边 写的这一笔 借记原材料 金额呢 是不含税价 120万元 然后呢 它一开始可能不知道 会用于集体福利 所以先给它抵扣了 大家看到 它写了一个 借方的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行税额15万6千 那拜方呢 是价税合计 用银行从款金支付 那后续知道 我要把它用在 发放职工福利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说的 你可能用途发生了改变 原来可以抵的 现在不能抵了 那我就需要把 进行税额呢 从反方向转出 也就是大家看到 我们做下面 这样一个账路处理 那其实应该先补一笔分路 也就是要有一个 应付职工薪酬的 确认的分路 我们贷方肯定会 贷及应付职工薪酬 反应应付职工薪酬的一个增加 金额呢 应该是135万6千 是一个价税合计数 那借方呢 应该是进入到 某某的成本费用当中 比方说 如果是生产人员的 即生产成本 如果是管理人员的 即管理费用 所以其实是先要编这样一笔 我们职工薪酬的一笔 确认的分路 然后才可以编制笔发放的分路 那发放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去清偿应付职工薪酬 那金额呢 就是我们提好的135万6千 因为你会发现 你去这个 去清偿应付职工薪酬的代价 总体应该是两个数 一个呢 是你少了一笔原材料 就是我们代方的代计原材料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原来是可以抵 那个15万6千的金项税率的 现在呢 它不允许你抵了 要求呢 你从代方 把金项税率的进行转出 所以既有你原材料的一个买价 也会有你不可抵扣的 一个进行税额 因此应付职工薪酬呢 应该是一个加税和技术 如果对应付职工薪酬的 会计处理 暂时性还不是特别了解的话 不要着急 我们下一张职工薪酬当中呢 马上就会讲到的 这边呢 对这个立体 做一个大致的了解啊 了解一下它的简单应用呢 就可以了 那接下去 我们对于增值税啊 还会有一个问题 叫做差额征税 那差额征税呢 它主要也是因为 我们曾经有一些服务业 它用的是营业税 那后续呢 改革成这个增值税 那我们要保证 它应改增之后 整体的一个税负 是差不多的 至少不能应改增之后 去加大了这些企业的税负 所以对于这些 应改增的企业呢 我们是允许它 进行差额征税的 那具体它其实还可以 和我们生物章节 金结合 因为我们生物章节当中呢 会讨论 给我们这个企业 在这个业务当中 你是一个主要的责任人 还是一个代理人的身份 那具体主要责任 和代理人的变形呢 我们放到生物章节去讲 那现在呢 简单给大家一个感觉 就是这个主要责任呢 你听这个名字啊 就是在我们的提供 这个商品啊 提供这个劳务的过程当中呢 是承担主要责任的 因此我们后续 在进行收入券的时候呢 我们是按照总额来进行确认的 也就是我向我的客户去收取的价款 剔除税费的部分 那都是我的收入 因为我是承担这个主要的责任 所以我可以就商品 或者是服务的总价款 来确认收入 是这样一个意思 那还有一种人呢 他叫做代理人 代理人呢 他就是一个中介的性质 就是介绍两方认识的 所以呢 我们知道中介是赚两方的一个差价 那虽然可能从客户手里 他收到很多钱 剔除税费的部分 他其实大头是要交给谁的 是要交给那个供应商的 因此他赚的是什么呢 赚的是其中的一个差价 也就是净额 那收入呢 有可能会在代理人情况下呢 采用净额法来进行确认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的税收处理稍微有点差别 那我们通过立体的方式呢 来帮助大家理解一下这个问题 那首先来看一下一道教材立体 他说有一个客运的厂站 他是一个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他是为客运公司啊 去提供客运的组织 售票 减票 发车 运费结算等服务 那这个企业呢 他就采用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 差额增税的方式 以及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扣除支付给成运方的运费后的余格 为销售额 你读一下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像 我的旅客 收了全部的价款和价外费用 但是呢 其实大部分不是我自己的钱 我要支付给成运方运费 对吧 因为是客运公司来负责成运的嘛 所以我要把这部分的运费 结算给客运公司 我只能够拿什么 我只能够拿这个余额 所以通过这句话 你就知道 他采用的是哪一种方法 来进行核算收入呢 他采用的是净额法 去核算收入 也就是我们这个客运厂站 它其实只是一个中介 真正承担旅客的运输 应该是这个客运公司 在承担旅客的运输 那我们这个客运厂站呢 它其实只是一个代理人的身份 因此他只能够就他的一个差额 来进行收入的确认 他是这个意思 他说本期呢 这个企业向旅客收取的车票款项呢 总共是53万元 那应该向客运公司呢 去支付47万7 所以他自己只能够拿到 小小的那一部分 也就是5万3 那5万3当中呢 5万是销售额 3千呢 是增值税的销项税额 那我们现在 为这个客运厂站呢 去做一下账务处理 那首先我们现金流入多少 是53万元 借方确认银行存款 然后代方的一个收入啊 大家看到 我们不能够 就我们向旅客收取的总价款 确认收入的 因为我们前面收过 这个收入呢 它是用净额法来进行确认 因为它是一个代理人的身份 所以呢 它其实的收入是非常小的 就是这个5万元 那另外 这个3千呢 就是我们这个5万 去乘以适用税率 但对于这种 应税的服务啊 用的多是6% 所以是3千的一个销项税额 那另外的47万7 我虽然向旅客收了 但是要交给谁 应该向客运公司呢 去进行支付 所以呢 是欠客运公司的一个应付款 那我们放在应付账款当中 进行核算了 就可以了 因此 如果你是采用金额法来进行核算 你的销售收入啊 它本身就是一个金额 是一个小小的 这个销售的一个金额 然后用这个小小的销售金额 去计算销项税额 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 大家看到 我们整个账务处理 就是和我们之前 所说的一个销项税额的计算 没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用一个不含税价 乘以它的适用税率 来计算销项税额 这是金额法的一个应用 那我们再来看一道例题 他说某个旅游企业 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他也是采用差额 增税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企业呢 本期向旅游服务购买方 收取的一个含税的价款呢 是53万元 那其中包含增值税呢 是3万元 那应该支付给 其他集团旅游企业的旅游费用 和其他单位的相关费用呢 是42万4千 那其中因为允许扣解销售额 而减少的销项税额呢 是24000元 假设这个旅游企业呢 是采用总额法来劝收入的 那也就是这个旅游企业呢 它本身的身份呢 是一个主要责任人 这个呢 大家应该也有生活体验啊 就是如果呢你是跟团游的话 你是抱一个旅游团 那这个旅游团会帮你全部都安排好吗 比方说 TPR酒店呢 然后呢 当地的一个地阶啊 当地的导游啊 它其实都会帮你安排好 那如果你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对一些这个地阶的服务 那不太满意 它老是给你进行推销的 或者是对这个酒店的住宿环境不太满意 你是找谁麻烦呢 你当然是要找这个旅游企业的麻烦 对不对 你要去找这个旅游企业去投诉啊 跟他说你找的这个地阶不靠谱 你包的这个酒店不太好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旅游企业 它是承担主要责任的啊 因此他可以就他向购买方收取的总额 当然是不含税的价款来确认收入 所以他收入呢 是比较大的 大家来看一下他的下面的账务处理 他总共收到的含税价款是53万元 确认银行存款的流入 那接下来你看 这个代方的收入啊 是很大的 代方的收入呢是剔除了增值税的3万元以外的总额 也就是50万来确认收入 接下来在代方呢 还应该有一个肖像税额 这个肖像税额呢 是根据他的收入的总额来进计算的 也就是50万乘以6%的一个适用税率 那就是3万元 那接下去他还要做一笔分路呢 是去要向其他的集团旅游企业 去支付这样一个款项 42万4 那这个款项没有付之前呢就是一个负债叫做应付账款 那接方反映什么呢 那这些旅游企业 就是接团的旅游企业 它是相当于是我们现在这个主要责任人 比方说假公司 它的一个工艺商嘛 因此呢我们应该是反映为 是他从事旅游服务的一个主营业务成本 那这个主营业务成本当中呢也应该是一个不含税价 也就是40万元 那现在你就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假公司啊 它的一个肖像水额是非常大的 因为它是按总额来进行收入的一个确认 那它乘以适用税率6%之后呢 它的肖像水额三万元非常高 那这个时候它有没有获得我们增值税装用发票 要进行抵扣呢 有可能我们当地的一些地阶啊 是个人 那个人它是没有办法给你开这个增值税装发票的 因此会导致我们这些原来的 营业税的征收范围的这些服务业 它没有办法获得合法的凭证 从而导致没有办法去抵扣净项税额 那如果不让它抵扣净项税额 就让它按照三万元的肖像税额去交税 那它的税负呢 就会因为营改增 发生一个巨额的增加 所以呢我们就给它一条路走 也就是允许它进行差额征税 然后呢有个项目叫做肖像税额抵减 大家看到我们其中对于你应该支付给 其他街团旅游企业的40万元 然后再乘以适用的税率呢 去抵减肖像税额 也就是会有两万四千呢 在这个借方 那这样的话我们最终的负担 其实就是两者之差嘛 因为一个是贷方的负债增加 一个是借方的负债减少 我们最终的实际税付 就应该是六千 那这个六千呢就和它应该增值钱 差不多 那有些同学可能会纠结 为什么这边借方不能够写净项税额呢 就是我前面说的净项税额 它必须评票抵扣 必须有合法凭证才可以进抵扣 而我们原来那些服务行业的供应商 它可能没有资格去开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所以导致它没有办法去获得合法凭证 因此不能够反映净项税额 那现在呢我们是允许它做一个肖像税额的抵减 那肖像税额抵减自然和肖像税在方向 肖像税在贷方那肖像税额抵减呢就在借方进行抵减就可以了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我们这页课件当中的一个总额法 那在总额法下 大家知道它的收入会怎么样 会比较大 那如果你按照比较大的收入去乘以试用税率 得到的一个肖像税额呢也会比较大 那这个时候如果它没有合法凭证的话 那这些企业的税负就很重 所以呢我们是允许它去抵减肖像税额 用到一个三级名系 叫做肖像税额抵减那既然是去抵减肖像税 因此呢它就应该在借账呢 借记营交税费 营交赠值税 肖像税额抵减项目